近日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西藏佛学院院长 纳曲校灯寺第七世朱康活佛 朱康土登克朱 在接受中兴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当今 西藏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藏传佛教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传承时期 坚持走中国化方向 诸多有利条件共同促进了藏传佛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这是历史的必然 1951年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在北京签订 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 1959年 西藏民主改革 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 百万农奴翻身获得解放 朱康土登克朱说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 中国共产党根据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承认宗教的特征和规律 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依法管理宗教事物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中共十八大以来 西藏自治区出台了历次会僧政策 实施了六建九有工程 各寺庙实现了路 水 电及通讯四通 在边森尼的医疗 社保等 均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朱康土登克珠介绍 现在西藏寺庙的日常佛式活动都得到了传承 宗教节日基本都恢复 并按传统习俗进行 朱康土登克珠同时兼任西藏佛学院院长 他说佛学院坚持传统金院式教育和现代学院式教育相结合 教学内容从过去森尼只修单一的佛学知识转变为多元化发展 其中佛学课占比六成 其余还包括政治 法律 历史 计算机以及文化等 朱康土登克珠介绍 当前的西藏宗教和顺 社会和谐 民族和睦 他同时寄予西藏藏传佛教界代表人士和寺庙僧尼 要加强文思修 提升讲辩柱 精进学识 精思建物 对藏传佛教经典做出通俗易懂 与时俱进的阐释 中文字幕志愿者 彼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